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园路灯管理处都有不同的街树路树 然后有的地方是种这种树 有的地方是种那种树 那在一年十二个月里面会展现不同的花园 那么讲到三月的节庆 其实不止市政府 很多有心的这些地方的区政府 甚至乡公所 他们也会各自的像淡水等等 他们也会各自的举办不同的节庆 一方面来让更多的朋友 认识到他们的家乡 在地的文化 一方面也可以繁荣地方的经济 当然了 这个繁荣经济 它也许效果是有限的 小规模 但是至少他们体现了一个什么 体现了一个地方的 地方自治团体 他们自己自己爱乡爱土的这个精神 每年到了三月 其实在台北市的中正区 他们都会办一个古迹复活节 或是叫做历史复活节 由专门的这个导览的老师 这程度都很高的 带着大家走访他们区内的这些古迹 然后探索当地的人文 历史 还有这种古建筑讲故事 用两脚漫游 我觉得这个很棒 那今年呢 台北师傅观传局 就把杜鹃花祭 跟这个 因为有杜鹃花祭 延伸到了这个中正区 所以中正区 他们就办了另外一个活动 叫做骑鸡探游中正为旅行 骑是骑府的骑 骑当然就是古鸡的鸡 骑鸡探游中正为旅行 这几年为旅行 轻旅行 小旅行 都很 这名词不一样 但其实就是叫你 漫游漫走漫步 用双脚 用双眼 去探索这个 一个城市的风情 那么这个骑鸡中正区办的 驱公所办的 骑鸡探游中正为旅行 首部曲是在公馆 古鸡巡礼 由老师 明传大学日文系的教授 那他也是中正区大学的讲师了 蔡风奇 蔡老师 带着大家去漫游中正区 去探索当地 有什么样特殊的这些古籍 风情 历史 故事 讲到中正区 印象中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 他把公馆的范围 还有部分的西门町 都属于中正区了 那这次的这个中正区的 探索的小旅行 到底要带大家去哪里 还有中正区的前世今生是怎么样 蔡老师在我们现场 我们直接请他来跟我们细说分明 老师好 大家好 嗯 老师好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为什么会讲日文 大家好 我叫蔡风奇 那因为我本业呢 目前是在明传大学 应用日文系担任副教授工作 但是呢 因为大概十年前左右呢 觉得说自己啊 除了日文之外呢 已经是老师上了 所以说 所以需要一些嗜好 所以说我对台湾的文史 蛮有兴趣的 有兴趣 会收集一些老照片 然后一些古书 那久而久之呢 就很想要知道 这些建筑物啊 这边的历史是怎么样 那就平时 就会大街角小巷去逛 那逛久了呢 有一点心得 心得了解 有人就开始找我演讲 然后就有导览这样的工作 产生 那目前 我从事专业的导览大概有四年 一方面也在学校教书 是 教日文 那因为现在我们系上是走应用路线 就是出来同学呢 应该在学校的时候多学一点 在社会上可以应用到的技能 没错 那因为我们日文系啊 毕业很多都走服务业 那所以说我 有的到餐饮业 有的到观光旅游业 对 旅游业 很多 那我本身就想 刚好可以跟我的兴趣结合 连结在一起 对 所以说我在外面 我就培养我的兴趣 那同时把这些东西 在学校交给同学 跟同学分享 对 所以说我在学校也有开设 日语导览与食物 这样的一个课程 对 很棒耶 为什么 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 现在这个 这个因为这个廉价航空公司的崛起 还有这个旅游网站的崛起 越来越多的新世代的游客 他们不参加旅行团了 他们都是自由行 是 那么包括台湾人去国外玩 包括这个外国人来台湾玩 尤其是日本 日本 台湾是日本很重要的一个 出国旅游的目的地了 那日本的年轻人 其实是仅次于陆客 日本的这个来台的游客 仅次于陆客 尤其年轻人 他们自己订旅馆房间 自己自己买机票 对不对 对 然后到了目的地 以后呢 现在还流行一个叫做 在地旅游体验 对 那么就是自己去找到 对的老师 对的行程 由像老师这样的人来带 对不对 那你的学生 你教完了以后 他们就可以 一方面对台湾的历史 有了解 一方面可以用日文 带着他们去 更深入的了解 对 对 很棒 如同主持人说的 现在很多观光客来台湾 第一次第二次 可能参加观光团 第二次第三次 他可能会想要自己 自己来 自己来可以看得多 不了解的话 是不是就会想要去找 有没有当地的 盖斗 就是当地的资深的人 来带一下他 这个周边 所以说这个行业慢慢有 在外面也起来了 也起来了 对 就是日本人有时候会想要 多了解台湾 日据时代 所建设的一些建筑物 历史 史基 所以说我在外面的话 也有做 也有做这方面的演讲 对 演讲跟导 你要鼓励你的学生 另外还要多考一些证照 是 导游证啊 领队证啊 对 对不对 这样子一身本领出去 比较好找工作 没错 现在就是 既不压身 就是多培养自己的一些 专业技能 正照 对 好 我们聊回来了 就这一次的这个 奇迹探游中正为旅行 是 你大概讲一下 比如说中正区公所 他们的这个 这个复活节是怎么回事 嗯 好 是的 嗯 那 中正区公所会找我 但最主要就是因为 我在中正社区大学 嗯 也担任这方面的课程 还是你也住那里 我自己本身住后车站 就是靠近大道城 哦 但是我 喜欢古迹嘛 所以说台北市 大街小巷也跑 跑很多 那目前又在社区大学 当老师 担任老师 所以说我对中正区的一些景点 嗯 相当的关注 嗯 那去年的话呢 是跑清代台北城 就是走北门周边 嗯 清代或者是日据时代 所留下的一些建筑物 嗯 那今年的话呢 就是配合刚才主持人说了 嗯 呃 官传局呢 呃 在三月有所谓的台北杜鹃花祭 嗯 那中正区公所每年都会办这种实际导览 他们几年了 他们办这个复活节几年了 很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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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我看到最早的一二零一二都有了 都有这些活动 嗯 嗯 那以往大概是五六月了 嗯 那因为今年配合杜鹃花祭 花祭 极早 台湾大学 啊 里面很多 相当多 那是相当 相当 就是说 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 不用找 对 不用找 就在市区内就可以找到一大片的 呃 呃 那样的花 嗯 在 啊 所以说 呃 中正区公所也 想到说 呃 他就在 呃 公馆啊 嗯 这边其实有 很多的小绿地啊 啊 简易的公园 有吗 有 哦 譬如说我们今天 呃 呃 11号啊 呃 呃 要导览的呃 路线 第一个就是自来水博物馆园区 那里面有杜鹃花 有 哦 它有杜鹃花 哦 其实哦 呃 这个自来水博物馆园区呢 嗯 它因为 要储存 嗯 啊 过滤过的净水 嗯 在日治时期 它事实上是用帮谱 就是那个抽水机啊 哦 把滤过的东 那个水啊 打到观音山山上去 这么远 哎 没有 它后面那座山就叫观音山 哦 是哦 是 哎 那可是那个自来水园区 我的印象 你看啊 公馆附近嘛 是 它大概走个三分钟 后面就是那个河滨 河滨道路了 是 是 可是观音山 还要遥望耶 哈哈 不是 不是巴黎哦 不是淡水那边 不是那个观音山 是是是 自来水博物馆园区 它 里面有一个 后面有一个小山 哦 是叫观音山 也叫观音山 是 也叫观音山 哦 那其实它的由来就是因为 那一座山 从 早期的移民啊 随着淡水河啊 逆流而上 就寻找他们家乡的一个生活环境 结果有人就上岸了 是安息人 那在那边呢 也把他们家乡的信仰带过来 盖了一座观音亭 哦 保障园 事实上就是保障寺 那它原本的主神呢 就是拜观音菩萨 哦 所以说它早期的名字就是叫观音亭 那因为有观音亭在 所以说那座山本来 原本好像是叫虎空山 虎空 虎空山 那后来因为是观音庙在这边 哎呦 所以说叫了观音亭 哎 听众朋友你看 这个没有三两山啊 怎么上梁山呢 你看老师这个对文史的研究 原来公馆最早的那边的保障岩 最早是因为这些生活 沿着淡水河啊 因为逆流 逆流而上 一路往上走 是往淡水出海口 能够方向走 结果在当地找到了一个好的地方 盖了一个观音亭 那故事真的听得实在是让人津津有味啊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儿老师继续跟我们聊下去 来我们继续跟明传大学日文系的老师 还有中正社区大学的老师 蔡风奇 蔡教授 蔡老师 聊中正驱宫所办的祈福 奇迹探游中正为旅行 上个阶段我讲错了 就早年啊 这个中国大陆那边来台湾的这个 找机会啊 求生存的这些移民啊 那他们是从淡水的出海口 我讲错了 是从淡水进来 然后从那里逆流而上 来到了这个公馆附近的这个 现在的宝藏岩一带啊 然后在那里安家落户 而盖了观音亭 后来拜观音 后来变成了宝藏岩 现在变成了当地一个知名的 那老师就讲了很多的历史故事 我们继续聊下去 在中正区除了宝藏岩以外 还有哪些这个历史古迹 你会带大家去探索 而讲故事给大家听 好 首先就是刚才有讲到了 自来水博物 自来水博物馆 这个地方是在日治时期啊 因应啊 都市的发展 那都市里面呢 需要有 就是干净的水 所以说呢 当时啊 日本政府有请 那个英国的啊 一个卫生的顾问 就巴顿 他们自己也搞不定 还要找英国人来 来看一下 然后他就觉得说 这个观音山这边啊 是可以设 这个净水厂 来供应 当时啊 所谓的三四街 就是说当时的大道城 万华台北城这边的 居民的用水 他那为什么会挑这里呢 就是说他把干净的水呢 用邦普 把它推到山上去之后呢 那因为他是在山上 所以说依照他的重力的 有那个山的高低差 那自然就可以 依照他的动力 就会流到台北市里面来 那因为他是水源种地 所以说自从设了 这个自来水厂之后呢 这边的观音山啊 因为是水源种地 就被保护 也没有建设什么房子啊 什么的 也有去管制他 水源保护区啦 甚至还多种一些树 让他有一些掩蔽这样子 尤其是那个 二次 就是日治时期的末期啊 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 日本还在这边 曾经设过炮兵阵地 保护他 保护这个地方 也不是 当时是不要 主要是保护台北盆地 对 其实他是一个 在地形上呢 相当重要的地方 我们这边的话是 公馆这边的话是 叫做观音山 那对面叫做禅厨山 禅厨山 那在过去的话 是以前在清朝的话 就是平埔族在居住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地方 是一个把守 那个盆地以外的人呢 进入的一个关卡 所以说 为什么叫做公馆 为什么 公馆 其实就是 以前在禅厨山这边呢 清廷啊 就是政府呢 在这边有设置一个哨所 清朝的时候 去管制 管制出出路路的人 那当然也有去 去收税 其实政府就是这样 要要要交钱 你交钱给他 他就是保护你 对 是这样子 所以说有 这样的一个设施在 那个现在还看得到 那个清朝时代的古迹吗 从老地图是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他是翻过禅厨山 这个当时还没有所谓的 螺丝浮路这样的路的时候 他是走山路过来 但是古迹看不到了 对 没有留下来的片娃 没错 对 禅厨山 这样老实讲我就懂了 原来观音山禅厨山 这个是一个 保护台北盆地的要塞 到现在为止 这个禅厨山上 其实都还有战馆连队 里面都在监视 AOC 对不对 边监视的彼岸的飞机起降等等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据点了 原来禅厨山是有这样的故事 好 我们自来水博物馆 禅厨山 观音山 好 再来 这个自来水博物馆 里面几桶室 也是一个相当漂亮的景点 很多年轻人拍婚纱照 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 因为明明就是一个抽水站 但是盖的实在太漂亮了 有漂亮吗 我跟你讲 我跟老实讲 每年的暑假 嗨呀 那个自来水博物馆 外面那个小公园 好漂亮 确实是漂亮 因为它 它是采用 这个罗马式的列柱 对 那个还有这个圆顶 对 就是当时明治为行 之后呢 它吸收西洋的一些建筑的元素 真的耶 来呈现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放抽水机 现在还保留着对不对 对 但是不用了 现在不用了 难怪 那我都没进去 因为为什么我不敢进去 为什么 我跟您报告一下 因为每次暑假的时候 那外面那个小游泳池 还是玩水池 是 挤满了爸爸妈妈带的小朋友 他都开心的 我想说 这个进去好挤 原来里面那么漂亮 如果 如果有 有一点时间的话 其实 有小朋友 当然是去 那个游泳池 对 但是这边的话 因为刚才有说了 那个观音山 因为就长期 都是水源禁 那个保护区 保护区 然后又是军事设施 所以说呢 长期啊 那个林相保持的很好 所以说自来水博物园区呢 也有志工啊 你有团体的话 事实上 他会做这个生态导览 里面还有生态可以看 对对对 因为他很茂密 他维持一些 原有的一些 森林的一个样态 那有一些植物啊 鸟类啊 昆虫 他是都可以去 他这个建筑物 跟那个228纪念公园里面的 有一点点类似的建筑 就是台博馆 对不对 台博馆就是圆顶 对对不对 还有列柱 对不对 有一点像 这个列柱的话呢 是希腊式的 对 那罗马式的圆顶 那其实这个东西 以前都是用在神殿 真的 神殿之类 所以说他 这个日本建筑师啊 都把它用到这边 那其实对自来水啊 是有相当大的一个重视 其实日本当时来台湾啊 因为台湾有太多 当时啊 卫生环境不好 有很多的那个传染病 所以说呢 他们 水要搞干净 对 要搞干净 因为他们需要有很多的 公务人员啊 军队啊 眷属啊 甚至于鼓励当时 日本的一些移民过来 所以说呢 原来先是保护他们自己人啊 不过我们也受福啊 当然 大家一起享用 很早就有所谓的自来水 这样的东西 这个自来水博馆 现在还在运作吗 有 还在运作 它有一个净水池 那个地方就没有开放了 那这个地方因为抽水的部分 已经工程升退了 所以可以去看 因为它以前是从那个 新电溪抽水上来去过滤 但是现在比较脏了嘛 它现在是往那个污染上面去 上面有水源保护区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还是有净水 只是抽水的地方往更上游了 对 老师这样讲了 我就想要去看了 你现在 你现在 因为老师有带了图片来 我现在才知道 自来水博物馆里面啊 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 过去的这个邦普站的 说是站啊 其实你会误会 它就是一个 这个欧洲式啊 古罗马希腊式的这种 希腊的列柱 罗马式的穹顶的这种建筑啊 那种那种那种 现在很多豪宅啊 你也可以看到 类似的建筑物的那种样态 原来啊 早就在自来水博物馆里面就有了 好 这是自来水博物馆 嗯 嗯 还有呢 你会带大家去哪里 除了自来水博物馆 那接着的话呢 会往那个 所谓的公馆商圈的大学口 大学口在哪里啊 大学口事实上就是 台湾大学 校门口 校门口 周边 因为我以前学生就有这样的概念 可能现在年轻人不太说这个 可是你会去那边会看到有一些摊位 他还是写大学口 譬如说大学口胡椒饼啊 对对对 可是我们以前约 大肠包小肠 我们都是这样约 台大侧门 台大正门 是 对 我倒没有讲大学口了 我们两年纪差不多 怎么也差这么多 对 那我学生的时候呢 也 你们都讲大学口 运向就是大学口 然后或是在比较公馆那边 因为它是一个交通转运站 以前公车很多 重要的 那我们当时当学生 找几个人就会 在这边转车的时候就去公馆那边吃川菜 真的吗 哪一家 川菜最喜欢 可能那一家已经不在了 喜欢吃川菜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的那个饭啊 无限供应的 一大锅给你 那我们就大家 点个几样菜这样子 分摊 绝对不会很贵 比现在的排骨饭可能还便宜 那当然啊 我吃的不是这个 你吃那么好 我是在那个台大侧门对面 以前那里有一些公务员的宿舍 现在都还在了 包括大学老师啊 包括警察啊什么的 那个摆在燃行道上 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福州 福州鱼丸啊 还有面 还有蟑螂面 你知道吗 还有蟑螂面 蟑螂面的意思说 蟑螂我不知道 意思说你在那里吃 然后旁边蟑螂跑来跑去 真的真的真的 那有钱一点的旁边有凤城 有没有 吃那个烧辣的有没有 是是是 就在那一排 现在都变成那个了 变成体育用品店了嘛 是是是 你是说那个周三路那边 侧门啊 周三路那边 台大侧门对面那一排新生 我记得我以前在转车的时候 那里 你一定在公关转啊 靠马路的店 有一家 卖很简单的东西 叫鸡丝面 有有有 有没有 有没有印象 那里就很多活动吗 没钱就在那边 冲冲热热水 然后就给你吃 还有东南亚戏院 有没有 那一定要看的嘛 是是是 然后还有什么 还要到那个 那个叫什么市场下面 吃那个蜜豆冰 有没有 是 大刀冰 水源市场 水源市场 对不对 水源市场到长大以后 就是缴罚单去那边 有没有交通裁决所 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后边都有新兴客运 卖学生票 是是 一张三十格用简的 要到那里去拿学生认 买票 对对对 有没有 一个月票 有没有 你看 一下就讲回来 是是 所以你现在到大学口 要带大家去看什么 这边的话就是说 因为它有一个小型的 简易公园 在哪里啊 就在 在那个 大学口这边 这个在文胜里 所以说他们就有一个 是 里 里这边把它认养的 一个 这靠近 靠近哪里 大学口 大学口 我的印象 大学口 现在外面都是脚踏车 哪有公园 然后走进去才 才是流暗花明 是 有附中 什么那个 对不对 里面 里面 等一下 是 所谓的罗斯福路 二八四巷 好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 老师跟我们讲 这一个小公园 它有什么样独特的故事 老师会带大家去看 好 进广告 来我们继续跟 明传大学认文系的教授 中正社区大学的老师 蔡峰奇老师 去奇迹探游中正区 这个中正区公所 跟台北市府观传局 合作 他们办的这个历史复活节 古迹复活节 每一年都会有一个主题 有一条路线 找像老师这样专业的 这个导览 带大家去探索 中正区的古迹 然后细数他的前世今生 前面我们就讲到了 自来水博物馆 聊到了观音山 那个小观音山 禅除山 聊到了台北最早 那个区域的这个水源的发展 接下来老师要带领我们到大学口 一聊这个就讲了很多的这个 因为那个地方有太多老台北的这个 共同的回忆 因为重要的交通转运站 很多的同学要在那里吃美食 把妹 约会 买东西 看电影 对不对 老师刚刚讲到有个小公园 那个小公园在哪里 那个是大概是在 罗斯福路三段二八四项这边 二八四项 它其实是一个空地 那因为 李明觉得说需要去做一些 绿化 绿化 不绿化的话就显得有点肮脏 因为大家是一个空地 那 任养之后呢 就把它绿化 搞得很漂亮 对 其实我之前也有导过一次路线 就是 古亭区周边的一个小公园的巡礼 我们大家有时候会 相当忽视这个绿地 对 不要小看那么小小 你会觉得说没特色 对 其实没特色 但是 古亭区有些地方 它做出相当多的小公园 他们的居民 集思广义之下 有做很大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 那个古亭区 靠近冀州湾那边 它有的 有好几个小公园 小公园有的是养鱼 说希望让李明钓鱼 有意思 就有一些想法 有人是种菜 种菜说 种好了之后 里长会分给大家 那像 之前的话 那还有一些是 做一些苗栽 就种大一点 就分给大家 去家里阳台去种了 其实 这个公园虽小 公园很大 它的面积虽小 但是 它是一个凝聚 这个里的 意识的一个地方 没错 因为大家 现在的生活 公寓生活 大家都不知道 邻居是谁 但是有一个小公园 里长会慢慢的去 call一些人来这边 聊一聊 聊一聊 讨论 讨论 有地方就有 可以聊 又会带小朋友 会带小狗来这边 逗留 走走 久了 他们就说 我们这里要干什么事情 慢慢的 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里民 可以去 活动中心 活动 对 然后就是讨论 这个里的一些 福利 或是 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 所以说 经过那次导览 我就觉得 不要小看 那个小公园的 它存在的一个价值 没错了 对 所以你会带大家到 这个小公园 走一下 顺便分享一下 你对这个城市的 观察和认识 好 接下来 往往哪里走 我们这个 从自来水园区 走出来 其实会经过 好多个绿地 比如说 自来水园区的 集筒室的后面 它就是 杜鹃花 种植的地方 然后我们出来之后 会走到 以前的国防医学院 前面的一些 眷村的改建的 国宅 以前国防医学院 前面 现在的台大的 水园校区 以前是国防医学院 它前面以前 都是有一些 教职员工 居住的地方 住宅 现在已经改成国宅了 叫做建军国宅 这边也有一些 少数的杜鹃花 因为这个行程 我就会经过 然后到文胜公园的话 这边的话 就会栽种一些 杜鹃花 来配合季节 去赏花去 是是是 那这边的话 也会经过 286巷 这边 有好几家 整条街都是吃的 因为学生聚集 那里现在租金 贵得不得了 是 要卡一个位置 好难 是是是 那我们这条巷子 会一直走 然后 会碰到丁州路 来到丁州路了 那这个丁州路 我不知道 年轻人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概念 现在年轻人 很多还是喜欢那里 去干嘛 那里好多美食 还有体育用品 对不对 那其实 这个丁州路 以前在日治时期 曾经是一条铁道 那它是从万华 到新店 那俗称叫万新铁路 那早期啊 这一条路是运煤 主要是运煤 这个煤矿 这个景美啊 木栅啊 新店都有 这个煤矿 真的啊 景美木栅新店 都产煤 这个山区啊 以前都有产煤 是是 那到后来呢 因为严县啊 日治时期啊 这边就住了 相当多的人聚集 像冀州安啊 那边 那这边严县都有 那台大的一些 教职员工 也住在这边 那所以说他就 要求啊 慢慢的呢 要求说 开放客运 本来是货运而已 因为人多嘛 对 有人会搭车来通勤 那 以文献上面来看 日本人以前很喜欢 那个壁碳 所以说呢 他们有两条路线 一条是坐铁路 到新店之后 去游壁碳 坐铁 坐火车 是是是 有意思耶 有意思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从冀州安类似这边啊 坐那个 小船 哎呦 逆流而上 到哪里 就是到 到壁潭 对到壁潭那边 那个时候 是 河有 很喜欢 有这样通哦 而且是到那边 是晚上是最好的 真的啊 很有意思哦 而且他们会钓香雨 哦 现在没有了吧 现在的话台湾是外来种 以前的再来种 应该是消失 在地种 在地的 真的啊 钓香雨 坐小船 到壁潭 是 钓香雨 而且那种船是 冀州安以前的船 那边的船是 比较 肚子比较大一点的 那上面是摆桌子 哦 可以面对面坐的那种 就是一边就在那边吃起来的 哦 直接烹调了 哎 不是 就是有一些小菜啊 然后那个 韭菜 下韭菜 哦 那多久以前啊 那以前 记州安哦 记州安还有 那个 类似 日式时代没有了啦 你日式时期的话 是还有服务生 是哦 甚至还可以在船上 跟大家一起来吃 真的啊 是是 那这样船不小了 可以上好多人哦 那种叫做屋形船啊 就是有屋顶 那其实日本现在也有很多 这中国也有啊 这就叫画坊嘛 有点接近 有点接近 就是说它空间大 然后它在上面就 好像是一个 应酬的场所了嘛 对不对 有歌技舞技啊 弹弹琵琶啊 在旁边 琴琴书画弹鼓子 你在那边享受嘛 对 以前这个地方有哦 是是是 你看厉害哦 真的啊 不过哦 它是在民国 1965年左右就拆除了 因为当时公路啊 公路的需求 就是说 往新店哦 那个路小小的 那万一 万一那个什么空袭啊 或怎么样 疏散不容易啊 那怎么办 那就是拓宽 那加上说当时那个铁路啊 营运就比较差了 所以说后来拆掉 把万新铁路给拆了 嗯 好 就现在的丁州路有这么一段的过去的历史 好 嗯 还是看不到古迹 看不到 就走在路上 你讲给大家听 是 各位 啊有啦 就是水源车站那边 有两栋以前的员工宿舍 在哪里啊 那是 现在的二楼餐厅 不知道 哦 很有名啊 对 二楼开玩笑 很有名 喝下午茶吃饼的 金州路那边 哦 不过那一栋 那两栋的话 嗯 也是 大概是 古迹建筑 嗯 其实是战后盖的 哦 因为那时候铁路局以为说 这个万新铁路还会继续经营 没想到过没几年 猜了 猜了 哦 所以说二楼餐厅就在 哦 那就是大概是这 这个 哦 这个是以前的 比较 那个房子就比较是台湾版的那种 是是是 古时候的房子了 哎 不过也见证说 以前这里曾经有一条铁路 铁路 好 这是公馆的这个 再来 嗯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呃 其实也很好玩 你刚才有提到那个东南亚系 对对对对 我们以前也就看那个二轮的电影 对对对对 对比较便宜嘛 去查他的历史竟然是那个退伍的哦 呃那个官兵啊 呃 十几个人集资啊 是哦 来盖的 是比较老的那种那种 就是退休的 老农民 农民盖的啊 真的啊 很难想象啊 你确认 确定 而且当时哦 他买的时候还是菜园 是哦 因为他是买在靠近公馆车站 哦 公馆车站已经靠近那个基隆 基隆路是不是 那个圆环那边了 哦 那么远哦 对 比较靠近那边 那他买了以后 当时买 只是说 这里有车站嘛 对对对 结果没想到说 那个路就拆了 铁路拆了 就变路了 对 怎么办呢 其实哦 这个跟刚才那个 简易公园一样哦 小小的戏院 对 也造就了这个公馆的繁荣 哦 对 因为有了戏院 这周边的学生啊 商家 就会来看 就会来看电影 看电影之后 这个摊贩啊 商家就慢慢聚集 要吃吃东西啊 买买东西啊 结果交通越来越好 那越多人在这边转车 那就会多少去逛一逛 那你要搬 老师你来弄一个 台北生活奥斯卡大奖 然后送老荣民 这个终身成就奖 是 对不对 因为你繁荣了公馆 对 对不对 是 其实应该要去找出这些 很有意思 这些 对 前辈们 对 讲讲历史 他可能他盖的时候 都不知道说 现在的公馆 是这么繁荣 这样子 你看 我们差不多年代 我们都不知道了 你也是后来慢慢 爬树整理 是是是 没错 没错 发现了这些故事 没错 对不对 可能那些老先生不在了 是 对不对 哎呀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待会啊 蔡老师再跟我们继续聊 这实在越聊越有意思啊 原来在我们生活中 记忆 有这么多故事 故事的背后 还有更多的故事 来我们继续跟明传大学 日文系的老师 中正社区大学的老师 蔡峰奇 蔡老师 聊这个公馆的这些 有意思的这些古迹 还有历史 那从丁州路 原来以前是万兴铁路 然后拆了以后 东南亚戏院呢 繁荣了公馆 然后原来东南亚戏院 是几个退伍的军人呢 集资筹剑的 太有意思了 老师 东南亚戏院完了以后 我们往哪里 因为那个地方 现在也太热 还是很热闹嘛 对不对 是 对啊 哎呀 太有意思了 好多好多的回味啊 都都因为你这样讲 我都慢慢慢慢的 涌上了这个记忆 来 接下来你要带我们去哪里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个行程啊 比较 慢慢接近尾声的部分了 会到往那个 宝藏岩的方向走 那其实这个公馆 当时啊 这个车站啊 也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设施 譬如说公馆的前面 现在台电啊 有一个发电的研究所 他以前这个地方呢 曾经是一个火力发电所 那个建筑还在吗 很难想象 那已经改建了 台电大楼现在是高楼了吧 那这个地方是因为 当时啊 早期是靠乌来这边的花电厂 但是台湾的每年都有台风 会引起水灾 结果有一次很严重啊 就是乌来花电厂那边 淹水了 不能使用 那日本政府就觉得说 水力啊 发电有它的不可靠性 所以说他就设置了一个 比较是小型的 但是在台北市来说是 第一座的火力发电厂 是哦 台北市第一座火力发电厂 在公馆 那这个后来是到日月潭花电厂呢 的一个工程完毕之后 他才退休了 日月潭离台北那么远呢 是 我们一直都是南电北送的 真的啊 OK 以前啊 以前我们现在花电厂太多了 对对 好那我们这个终点 这个宝藏眼啊 其实啊 外国人对他的评价相当高 是哦 我们很难想象说 这个公馆这么还荣的地方 你只要再走个五分钟 十分钟 这个观音山上呢 因为长期啊 又是水源种地 又是战前战后 都是军事设施在这边 所以说呢 他维持的灵象也好 但是啊 这边的话就是因为后来 军事设施撤走之后 有一些农民啊 就是退伍的军人呢 他没有地方住 那单位就搬走了 他又退休了 他就是 就是他熟悉的地方 深耕落户了 对 深耕落户 那这边 因为是一个山坡 那房子呢 依山而建 你去看起来的话 会有点杂乱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 这个地方 平常啊 没什么闲杂人等来 想要那个宁静的气氛的话 可以来这边 走一走 对 那因为现在的话就是 台北市文化局啊 这边的话是已经把它弄成是一个 景观的聚落 设定是景观的聚落 因为那个宝藏园本身 它是古籍 是 那它周边的话就又设了所谓的景观的聚落 整个就希望把它保存下来 那很好啊 那现在的话是 有把那个老房子呢 整理整理之后呢 会鼓励啊 国外的一些 艺术家来这边创作 来这边长期住一下 然后呢 做一些创作 居住 创作 所以说变成是一个国际艺术村 开始了吗 对对 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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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看到一些艺术家了吗 他们可以申请 然后来这边居住 不是 我说我们去的话 可以看到那些艺术家 他 他 那个园区的话呢 是会说 尽量 如果说他没有展览的话 尽量不要去打扰到他们 其实他们会住在那边 那 我 上上礼拜去吧 有一个 日籍的艺术家 在那边做一个简易的茶室 因为我有学茶 你也学茶到 所以我也 有注意到 他就在那边 泡茶 泡茶 不过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建议市府 就是这些 像我 跑过快七十个国家 在很多国家 他们有这种 像老师讲的艺术村 或是艺术的这种一个聚落 那种叫working artist 他们就居住在那里 前店 后 后家 前面就他们的工作室 后面他们就居住在那里 任何时间 都可以进去参观 任何时间 跟他们互动交流 我觉得那个是更棒的一种体验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人 我觉得老外 老外不care的 他们就 他们很喜欢人家来 看 分享 那他如果要 他在工作的时候 他就会挂一个牌子 说请勿打扰 是 不需要你来干涉他吗 对不对 是 没错 对不对 这个很有意思 有啦 你去那边还是有看到一些外籍的艺术家 他把一些他的装饰艺术 就会放在他的庭院 那沿路上也有一些涂鸦 那那些涂鸦可能都是以前 以前艺术家留下来的东西 没关系 反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去探索 老师那这个 这个行程是每个礼拜 还是要怎么样去报名 你才会带我们 这个活动是在免费的 免费 欢迎大家 多去关注一下 就是中正区公署 每年会有这个 所谓的古迹护活节 那我们这个是算是首部曲 所以说是在三月 那有很多活动是在五月 还有活动后面 对对对 那会有更多路线 那当然不止只有我 导览老师 不止我 也有其他的导览老师 会找一些路线 譬如说五月六月的话 我大概是还会在导 那个清代台北城 那是走哪里 那去看哪里 就北门了 对 就是从流民船设置机械局的位置 就是铁道部 现在的以前的铁路局 那现在呢 现在是什么 以后可能那里会变成博物馆园区之一 台博物馆的之一 整区保存下 大概是后年 最快要 明年还是后年 因为里面我有去参观过了 漂不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相当漂亮 一定要想慢慢留起来 是 对不对 要不然这种历史就慢慢慢慢都没有了 对不对 老师还会在哪里 你还会在哪里 就是从机械局经过北门 现在长得不一样 整个大开了 是不一样 因为大家都很关注 那顺势来介绍一下这边的历史 让大家一边走 又很健康 那一边听我讲一些以往的事情 然后故事 一条行程通常 大概设计会两小时或者是三小时 两三小时 对 两三小时就要喝水了 要抗旱一下 要抗旱一下 对对 没关系 走路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带个水瓶 是 我们不会安排进店家了 都不会了 是 不会 大概都是景点 好 听众朋友 我们节目时间 第一个小时节目时间到了 这个中正区 还有台北市府观传局 还有中正区公所 他们台北市府在办这个杜鹃花祭 杜鹃祭 中正区公所呢 他们每年到了这个五月份的时候 都会办历史古迹复活节 但是今年配合杜鹃花祭 把这个提前 所以从三月开始 就像老师一样的这个导览义工 带领大家 这个去探索 那首部曲就是 奇迹探游中正为旅行 带大家了解这个公馆商圈社区的文化历史 发现古迹 刚刚听完老师讲 大家是不是觉得欣慰昂然 那么要实际体会 当然你就去参加了 而且老师刚强调 这个是完全是义务的 免费的 我们今天谢谢老师到我们现场来 谢谢